中东局势再度引爆市场 美股连跌 避险资产飞升 美债反弹 黄金突破2000美元 Article Author Display Name 李丹10-208 29 以军正加强向加沙地带 发动地面进攻的准备 美军驻中东基地连遭袭击 恐将美国卷入新的地区战争 拜登申请国会增加千亿美元预算 用于军援 盘中纳指跌超1% 和标普四连跌 龙头科技股至少跌超1% 特斯拉跌近4% 财报州将跌超10% 奈飞州四飙涨后回落 中概指数跌超1% 京东跌超3% 避险情绪升温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2007年来 首次盘中升破5.0% 后一度回落超10个基点 仍将创一年半最大周升幅 黄金四连羊 两个多月来首次突破2000美元 以色列谢克尔创2012年来新低 中东局势加剧市场对巴以冲突扩大化的担忧 风险偏好再度受创 美股继续下挫 避险资产飞升 美债价格走高 长短期美债收益率集体下行 黄金两个多月来首次突破2000美元关口 据央视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公布对加沙地带的作战计划和目标 要通过三个阶段的战争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力量 彻底消灭该组织 并在加沙地带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政权 以国防部称 迄今已有1000吨武器运敌以色列 以色列军方表示 正加强向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的准备 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对以北部的持续袭击 以军仍需做好多线作战的准备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官员称 美军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多座军事基地 最近三天遭到至少四次无人机袭击 造成美军人员受伤 据《环球时报》 媒体称美国在伊拉克的一个基地 还持续遭到火箭弹袭击 由美国媒体警告 驻中东的美军本周遭受一系列袭击 有可能令美国进一步卷入一场新的地区战争 据央视 拜登向美国国会申请增加1050亿美元预算 用于对以色列 乌克兰等领域的军事援助方案 巴以冲突持续 美债收益率一再刷新十多年高位 同时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 未能像上周联储二把手劫匪逊等官员那样放割提振市场 本周美股遭受多重打击 主要股指全线累跌 科技股成为一大拖累 特斯拉在发布财报的本周两位数重挫 其公布的三季度业绩逊色 CEO马斯克对经济和备受期待的电动皮卡 Cybertruck的前景都不乐观 基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周五亚式早盘 曾2007年来首度升破5.0% 此后一度回落超过10个基点 本周仍有望创去年4月以来最大周升幅 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 在周四盘中转降后进一步下行 一度较周四盘中所创的2006年来高位回落20个基点 本周仍将累计攀升 分析人士认为 虽然鲍威尔周四的讲话 可能降低了美联储再次加息的几率 但周二公布的9月美国零售销售意外强劲 强化了美联储可能需要将高利率保持更久的预期 相比美股和美债 美元指数周五波动较小 为逼近周四跌破106.00所创的一周低位 但全周跌势不改 美元有所走软之际 人民币反弹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较周四所创的五周低位回涨超200点 以色列是要加强对哈马斯军事打击 此前多日创2015年来新低的以色列本币 谢克尔跌至2012年来低谷 和黄金一样 原有也是受益于地缘政治风险高涨的大宗商品 本月三周持续累涨 但涨幅不及本轮巴以冲突刚爆发冲击下的上周 欧洲天然气周五反弹 但未能延续上周因巴以冲突等干扰供应因素而大涨的势头 受累于周一大幅回落于10% 当时有评论称欧洲大陆总需求更疲软 在可预见的未来 欧洲季节性的正常气温将保持不变 供暖需求预期大多低于正常水平 纳指跌超1%将连跌三周龙头科技股至少跌超1% 特斯拉财报周将跌超13% 美国股指早盘总体低开低走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早盘跌超1% 标普500指数早盘曾跌约1% 盘出层短线转涨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盘跌幅 曾略超过200点跌0.6% 三大指数是将连续三日集体收跌 纳指和标普连跌4日 本周均将累跌 纳指和罗素2000将连跌三周 连涨两周的标普和连涨三周的纳斯达克100将回落 导致将抹平上周止住三周连跌的涨幅 标普500各大板块中 周五早盘特斯拉所在的非必需消费品 苹果和芯片股所在的IT 谷歌所在的通信服务 能源 金融都跌超1% 龙头科技股全线下挫 财报公布后周四重挫的特斯拉继续下行 早盘跌约3.8% 是将连跌三日 连续两日刷新5月31日以来低位 因周四一日跌超9% 创7月20日以来最大收盘跌幅 本周是将累计至少跌超10% 放六大科技股中 早盘亚马逊跌超2% 苹果 微软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Facebook母公司Meta跌超1% 周四在发布财报后 飙涨16%的奈飞早盘转跌 跌不足1% 芯片股总体将连续四日收跌 早盘费城半导体指数和半导体行业 ETF SOX跌超1% 早盘ARM跌近5% 英伟达跌超1% 英特尔 AMD跌不足1% 在光伏股周五全线大跌 源于以色列太阳能产品制造商SolarEdge 发布业绩预警 因欧洲市场需求大幅减弱 下调三季度营收 毛利率和营业利润指引 SolarEdge Sage盘中曾跌近30% Enphase Energy Enf盘中跌超10% Sunova Nova盘中跌超6% 行业ETF Invesco Solar ETF10盘中曾跌6% 热门中概股总体连跌4日 纳斯达克金龙中国指数HXC早盘跌超1% 客股中早盘京东跌超3% 币站跌超2% 阿里巴巴网易跌约2% 百度腾讯粉丹拼多多理想汽车跌超1% 蔚来汽车小鹏汽车跌不足1% 银行股指数连跌3日 整体银行业指标KBW银行指数BKX盘中跌超2% 将刷新5月16日以来收盘低位 地区银行指数KBW Nasdaq Regional Banking Index KRX和地区银行股ETF SPDR标普地区银行ETF Cray盘中也跌超2% 将刷新6月1日以来收盘低位 本周公布财报的大银行中 摩根士丹利盘中涨超1% 是将在周三发布财报后首度收涨 但因周三跌约6.8% 创2020年6月以来最大跌幅 本周仍将跌5%左右 周二发布财报后 逆势跌1.6%的高盛盘中涨超1% 将结束3日连跌 本周将累计跌超2% 周五公布三季度 EPS盈利和净利息均低于预期后 地区银行Regions Financial RF 盘中跌超11% 拖累其他地区银行也大跌 盘中Zions Zion和Fifth Third Fit 和跌超5% T Corp Key跌近5% 尽管季度业绩优于预期 Camerica CMA盘中 仍曾跌超6% 其他金融股中 周四公布财报后 大跌7.9%的另类资管巨头黑石BX盘中跌幅收窄到不足1% 本周将跌超9% 周五公布三季度盈利和营收高于预期 但上调贷款损失波倍 同比增长58%后 美国运通Axib盘中跌超3% 其他公布财报的个股中 三季度营收低于预期的 油浮巨头谢伦贝谢SALB盘中跌超2% 季度营收也逊于预期的手术设备公司 Intuitive Surgical E-Serg盘中跌超2% 而三季度盈利和收入均高于预期 全年盈利指引也高于预期的汽车运输公司 Night Swift的KNX盘中成长10%